同时,唐杰一握拳,爆!就见那火焰长龙怦然炸裂,火焰之精华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爆裂的姿态绽放。 于是,一朵火莲花冉冉升起,远远看去倒有些像蘑菇云。 战场在那一瞬间停止了片刻,仿佛中了时光的法术,陷入一秒钟的停滞。 巨大的爆炸与冲击,让每个人的耳朵都嗡嗡直响,连视线都模糊了一下。 直到数秒钟后才清醒过来。 再看那之前爆炸之地,已是一片虚空,又一名血河分身陨落。 被火天暴阵的发威,不仅干掉了一个血河分身,甚至让无边血海都损失了一大块面积。 由于是在偏中央的部分爆调,看起来就像是从中间抠掉了一大块。 其威力之猛,就算是比起子俘也不逊色。 比支天煞雷珠更不知大了多少倍。 比天煞雷珠更好的,是能够自动追踪敌人。 就算无法缠住敌人,也可以选择普通攻击,而不是必须自爆。 就是不爆的话,威力一般。 这就是地火天暴阵,也是唐杰手里最强悍的法阵之一。 当然了,付出的代价也不小。 为了这一击,唐杰砸进去二十多万。 这个血河分身的死亡,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。 它就像一场战争的转折点。 随着这具心魔分身的死,双方的实力对比,陡然再现变化。 优势开始向着代行者一封倾斜。 血河之主知道,如果要再这样下去,被唐杰一个接一个吞吃掉自己的分身,那么等待他的唯有败王意图。 充满仇恨与愤怒的眼睛,瞪着唐杰。 血河之主一字一顿道, 你以为这样就能赢吗? 不! 说着,他双手一举, 有三具心魔分身同时后退, 深化血水, 一起投入血海之中。 随着三具心魔分身的消失, 血海力量暴增。 与此同时, 那还在炼化剑灵的化魂分身也高举无量剑, 猛地对空展出, 劈出一条超长的空间裂缝, 纵声狂呼道, 开启血河通道, 血河巨兽, 给我出来。 就听一声震天般的吼声, 骤然响起。 这吼声若龙吟似虎啸, 带着雄魂的震慑人心的力量。 众人远远看去, 在那一片血海中央, 一个巨大的兽头正从波浪中缓缓抬起。 那是一个长满了细密鳞片, 但是眼睛就有一座楼房那么大的恐怖兽头。 它在血海中升起, 不断地向着空中升去, 露出庞大如山的身躯, 看起来就像是一头放大了千百倍的巨熊, 几乎将整片血海占据了。 那方圆树里的血海, 在这巨兽眼前就是一个枣盆, 被这庞然大物整个填满。 巨兽还在向空中升腾着, 超越一切的存在。 相比他, 身高百米的拿山看起来就像一个婴儿, 而其他人则完全成了蝼蚁。 天哪! 拿山发出一声悲哀的呻吟。 血河巨兽! 是血河巨兽啊! 血河巨兽并不是某种法术形成的结果, 而是真实的存在。 它存在于血河的深处, 终日长眠河底, 每百年苏醒一次, 以血腰为实, 可以说是血河之主圈养的宠物。 血海大神通是血河之主的根本法术, 通过此神通, 血河之主能施展各类法术, 其中也包括开辟通道运输力量。 不过, 开辟通道需要消耗的力量极大, 单一的心魔分身不足以施展, 因此, 当初第一战时, 血河不会运用, 而在万宝天, 由于这里独成一戒, 也使得通道开启极难。 不过, 无量剑有破戒之能, 协助无量剑破开空间裂缝, 再牺牲三个心魔分身, 血河之主才勉强打开了血河通道。 这血河通道无法引来它本体的力量, 确实够它引来一些其他力量了。 血河巨兽就是它引来的奥元力量, 此刻, 血河巨兽俯一出现, 便仰天发出一声咆哮, 吼声如雷, 震得人心站立。 血河一指下方, 狂呼道, 杀死他们, 我的宝贝儿。 那血河巨兽吼笑着, 对着下方拍出一爪, 巨大的手爪如山峰般从天而降, 看得人心中绝望, 拿山虎啸一声迎上, 庞大的身躯挥动着战斧迎上, 标卷出最激烈昂扬的战意。 但当战斧落在巨爪上时, 就好像一根牙签插在手上, 只蹦出星点的血珠, 反倒是那巨兽之爪凶猛地拍过来, 就像山蚊子一样, 一巴掌将拿山山飞出去。 拿山飞出的同时, 全身已暴射出大片血泉, 这一瞬间的碰撞, 也不知道有多少骨头都被打成粉碎。 拿山大哥! 黑眼痛心狂呼, 仓火黑龙眼全力击出, 喷吐在巨兽的身上, 却只如一条小小的火蛇, 连巨兽身上的血浆都攻不破。 那巨兽呼啸着再度挥拳, 这一次横挥呼啦啦扫向所有人。 众人大害同时后退, 只是这一臂之巨却仿佛千里之遥, 眼睁睁地看着巨壁横扫, 却无法躲避。 玄规上人首当其冲, 被巨壁一击扫中。 在那一瞬间, 玄规上人已幻化本体, 却是一只黑色的大铁龟, 全身缩于龟背之中, 但是那坚硬的龟背, 在巨兽的怒掌下, 却像块豆腐一般, 被摧枯拉朽地撞成鸡粉。 玄规上人第一个被击飞, 没等他起身呢, 就见一只天主般的巨角踏下, 将他彻底碾成了肉泥。 这凶猛狂暴的力量, 同样给豆兵带来了巨大的伤害, 尽管唐豆在发现部队的第一时间就下令撤退, 却还是有一些豆兵因为血腰的纠缠而慢了一分。 恐怖的巨族从天而降, 直接穿透云层, 落到下方地面上, 半个身子游在云里, 庞大的兽头依旧高高在上, 顶天立地。 狐吼声中, 气流狂飙, 仅是那巨兽两个鼻孔喷出的气劲, 就如龙卷风般吹得众人飞起。 更恐怖的一幕发生了, 那巨兽突然敢推围抓, 一把抓住一个带行者, 如拎个小鸡子儿般, 将他拎到眼前。 就像在看一块美味鲜肉般, 深情地注视了鸡眼, 然后顺手一丢, 将其丢进嘴里。 随着那几下咀嚼的动作, 凄厉的惨叫声戛然而止。 只是血和巨兽的出现, 在一瞬间就改写了力量的对比, 只是挥手之间带行者们就死伤惨重。 站在兽头上, 血和之主发出得意而狂妄的呼啸。 唐杰, 这次你还有什么手段? 深深地看了那巨兽一眼, 唐杰哼道, 纯粹的力量嘛, 我喜欢。 我喜欢? 这三个字落到血和耳中, 他突然全身一抖。 突然间他有种感觉, 就是自己好像从来都没有真正看透过唐杰。 唐杰拥有的手段总是超乎他想象的多。 就在下一刻, 唐杰已经取出山河设计图, 轻轻一抖, 无限山河, 引现天边。 这是, 血和之主看得惊骇, 独立小世界, 你竟然拥有独立小世界。 他费尽心思进入万宝天, 为的就是这万宝天独立的世界属性, 也只有他这个级别的存在才知道, 独立的小世界意味着什么。 那是比先天道兵更有意义的存在, 那是乌尽仙路上的一道山峰, 是一个全新的层次, 全新的高度。 它是尽头, 是终点, 是尾声, 是天道之下的终极。 也不知道有多少仙台大能, 为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世界拼命努力着。 而现在, 一个小小的灵魂真人, 竟然拥有一个独立的小世界。 虽然这个世界还稚嫩, 成熟度比起万宝天远远不如, 却已经形成了世界的萌芽, 出生的表象。 这让血和之主怎能不心颤。 就在它震惊的同时, 无尽山河里已冲出一道壮硕的人影, 这人影刚一落下, 身躯便在云雾中不断放大, 甚至超越了拿山, 继续增长着, 直至接近那巨瘦高度方才停下, 正是唐杰的本体。 本体的真实高度当然没这么高, 不过, 本体体型可变, 能够缩小, 自然也能增长, 只是真实的力量不会因此有什么变化, 变大的也只是为了与巨兽战斗更方便些。 这一刻, 本体刚一出现, 便大笑道, 你是我的! 说着你一拳向巨兽倒去, 巨兽熬熬的叫了一声, 巨爪同样向着本体拍去, 一人一兽, 两只巨大的手掌相撞, 就像是两座山峰撞在一起般, 发出惊人的巨响, 一股磅礴的力量从对杖中炸开, 形成巨风标卷, 竟是一下将众人吹至极远。 再看本体, 一拳之下竟被镇止飞退了好一段距离, 才停下, 这是第一次本体在力量上被对方压制, 它在前段时间已经提升到二十米巨人的层次, 也是金刚之体中期巅峰, 但是比起巨兽却依旧差得远了, 尽管如此, 本体却全不在意, 反倒更加兴奋, 他眼中生腾起如火战役, 放声大笑道, 哈哈哈哈哈哈, 我爷, 痛快, 再来, 说着一大吼着再度冲上, 巨兽似乎很不满意本体的嚣张, 发出一声狂暴的吼叫, 大手呼得横扫过来, 一巴掌打在本体身上, 将它扇飞出去, 这巨兽的力量虽然比本体大了好几倍, 却终做不到将其一击重创, 本体本身的恢复能力又强大, 结果就是, 虽然一次次被打飞, 偏偏一时间竟奈何他不得, 这让巨兽有些怒了, 他狂暴地吼叫着, 身上血光一闪, 下一刻又是一掌拍出, 打得本体飞起, 本体仰天, 喷出一大口鲜血, 狂笑道, 就是你会长力气吗? 老子也会, 给我变! 疯狂的吼叫声里, 牧羊猪发动, 本体已再变三头六臂, 除了拥有四只手臂外, 最重要的是, 本体力量也借助牧羊猪暴涨, 三倍的力量提升, 正是一切体修梦寐以求的至宝。 那一刻, 本体上血气喷羊, 全身上下每一块肌肉, 都抖动出恐怖的力潮, 手中赫然是同样变大的云母晶晶大腐, 与八荒苍天脊, 三个脑袋同时发出狂妄至极的笑声, 再来! 对着那巨兽冲去, 先一轮的天地大冲撞, 这一次, 本体没有再被巨兽冲飞, 而是与那巨兽战成了平手, 汹涌的冲击浪潮, 让两个巨人之间再无法有任何存在。 那正在炼化剑灵的血河分身被一下子冲出极远, 没等他落下, 本体一只大手已回捏在那画魂分身上, 右肩上的头颅对着血河之主呵呵一笑, 血河本能地意识到不好。 下一刻, 瞧见本体轻轻一捏, 这分身已经被他捏爆, 冲天的血水从本体指缝间溢出, 血河之主努力凝结自己的身体。 就在他凝结的时候, 远处的分身唐杰已经对着拿衫道, 拿衫, 你还能打吗? 拿衫先是愣了愣, 然后大声道, 当然, 我还活着, 我血族勇士, 只要活着就能战斗。 说着, 他重新站起, 大步向唐杰走来, 全身的鲜血依旧在流淌, 断裂的骨骼在复原, 伤势还没禁欲, 巨大的痛苦依旧伴随着他, 拿衫却恍若无绝一般。 唐杰笑了笑, 竟然这样, 小五行战阵。 黑眼水妖几个互相看了看, 突然同声笑了, 一起喊道, 各位各位, 小五行战阵。 黑黄清白四道气柱, 已同时冲天而起。 唐杰手中碧刃一挥, 一道金色光柱, 已随之亮起。 以我为核心, 万象变。 什么? 万象变? 众人同经。 万象变, 是小五行战阵中最复杂、 艰难, 同时也是最强大的变化之一。 也是他们始终未能完成的三变之一。 而现在, 唐杰竟然要使用万象变。 唐杰微笑, 相信我。 这一句简单的相信我, 落在四人耳中, 同仇敌愧之下, 四人心情激荡, 一起喊了声好。 四道光柱一起落向唐杰, 五光合聚放出大片迷离的光彩, 仿佛世间所有的色彩都在这一刻被凝聚在一起。 无尽光彩中, 更是幻化出万千众生之影像。 万象变。 不过在下一刻, 凝聚的光柱突然晃了晃, 呈现出幻散之色。 黑眼大惊, 师生叫道, 不好, 变化太巨, 难以维持, 万象光柱要崩溃了。 别晃, 唐杰回应道, 又是一张阵图飞出, 赫然也是一道彩光落在万彩光柱上。 刚才还飘摇的万象光柱又重新稳定下来。 下一刻, 唐杰控制着万象光柱对前一照, 此时正逢那化魂血河在被本体一把捏爆后化血脱离, 本体空有无尽的力量却捉不住这流动的水。 血水在空中飞顿, 连凝结都不敢, 眼看就要逃离, 那一道万象光柱已然落下。 下一刻, 就见血河之主大片的血水被射入光柱之中, 无论血河之主怎样挣扎, 变化, 却都逃不脱这万象光柱的永照。 万彩迷离下, 血河之主发出凄厉的惨笑, 终于化烟消散。 又一句化魂分身死去, 唐杰血肉末排一卷, 已将血玛脑收走, 顺手再一抓, 无量剑又回来了。 血河之主